欢迎回来继续来看看 今年8月缅甸军方跟罗兴亚人发生流血冲突 数十万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 而事件爆发之后 缅甸实职领导人翁山苏基 还没有探视过罗兴亚人村落 冷淡的态度遭到国际社会谴责 一直到这个月初他才首次前往洛开邦 探访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 不过有分析家认为 缅甸军方仍然握有大权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面 翁山苏基恐怕也难以失利 改变不了军方的行动 缅甸国务资政国家实职领导人翁山苏基 终于可面对罗兴亚难民问题 翁山苏基在2号 首次前往洛开邦 会晤当地伊斯兰宗教领袖 并且探访饱受冲突蹂躏的罗兴亚人 但这些行为看在专家眼里 作秀成分大了点 翁山苏基探视罗兴亚难民的决定 就像是鸵鸟把头塞进沙里 以为这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样 王山蘇姬過去試圖扭轉 羅西亞人正在緬甸遭到種族清洗的說法 但如果真沒此事 為什麼四十萬羅西亞人非得過著逃難日子 軍人們都進入村裡 他們不在乎撞狗還是人 他們只會撞撞 他們殺了老人 他們殺了我們 所以我們離開 羅西亞人與緬甸之間 剪不斷 力還亂的關係 因為這場衝突被搬上了國際舞台 羅西亞人屠殺問題爆發後 總是捍衛人權的翁山蘇姬 卻一直在迴避淡化問題 即便聯合國嚴厲批判也不為所動 而專家認為或許是軍方仍然握有重權 以至於民選政府不敢冒險 也只能讓羅西亞人 繼續成為政治角力的犧牲品 TVN新闻最後報導 二戰戰敗之後 納粹的領導人希特勒 據傳為了躲避追捕 在碉堡當中自盡身亡 可是這個說法多年來 一直都引發外界的懷疑 而現在就傳出希特勒之所以會自盡 不單純是因為戰敗 而是罹患了不知名的慢性疾病 逼得這位納粹狂人不堪折磨 才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二戰時期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是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 曾經是令全世界害怕的大魔頭 但是戰敗過後的希特勒 就像裹街老鼠 變成了追捕要犯 最後躲在碉堡內自盡身亡 但是一代狂人真的會選擇 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有另外一說是因為希特勒 早已罹患重病 這一段影片 據說是希特勒最後公開現身的畫面 原本應該是要展現 希特勒仍然精神抖擞的 鼓勵青年軍的樣子 但這當中有一段片段 卻被刪掉了 直到1970年 才在東德的影片實驗室裡發現 因為這當中拍到了希特勒的左手 不停地戰鬥 Hitler began to show symptoms 歷史學家更把希特勒 1940年和1944年的動作拿來分析比對 從原本的挺直著背 動作迅速到後來的動作遲緩 目光呆滯 都可能是希特勒已經罹患帕金森症的證據 而這些有可能透露出希特勒弱點的影片 都不允許外流 Hitler had such a vision of what he wanted his image to look like that he actually took photographs of him trying out different poses for his speeches I mean this was a short little man with a funny mustache and yet our iconic image of him is of this large charismatic character 重視形象的希特勒 過去為了要研究怎麼樣的服裝和演說儀態 才能創造出威嚴感 都會要求他的部下拍照記錄 也因此到了重病時 任何可能泄露他健康不佳的形象都被刪除 甚至連跟了希特勒9年的醫生都被滅扣 罹患帕金森症不堪折磨而自禁的說法 也讓這位納粹狂人的死更加神秘 TVBS新聞綜合不道